人工準備 車輛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我們的目標是要減少空汙 我們的方法 也要兼顧我們的三業的發展 因為我們的社會 我們有很多人顧慮到說 我們空氣汙染問題 我們環保的問題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顧環保 但是不是表示说我们要消灭油车 我们油车电车共存 未来的补助我们油车电车都有 只要符合环保规定 让我们台湾的环境保护 空气污染能够持续的下降 改善空气的品质 那也希望透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政策 让大家可以开始换节电的商品 或者去到每个地方去消费 让整体的消费也可以成长 不是消费就会多 那我相信整体的经济会受益 我相信我们机车行 我们机车业者也会受益